我是Grace南河谷社区健康中心的健康推广员 我知道不少的华人家长是非常关注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 我在这里呼呼大家继续遵守公共卫生局的安全措施 例如戴口罩特别在人多的地方 例如在超市或放学期间 很多接触到不同的家长或是跟老师交谈的时候 这是很重要的 之外经常洗手不要触眼、触鼻、触口 如果我们接触到不是跟我们一起住的人 保持两米或六尺的距离 其实政府已经推出了一个新冠病毒警报系统的软件 是给大家在手机下载的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当我们曾经暴露在有病毒的环境下 就会收到通知 叫我们随法去做测试 本来对我们自己本人 或者我们的家人 是多了一层的保护 如果你是需要做测试 如果你们住在东阳达区 法曼敦洛区 或者康曼洛区附近一带的话 你们可以打电话 647-477-1640 那里的工作人员 是懂得说不同的语言 是可以协助到大家 約到的时间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走进去 如果你们还有其他关于新冠病毒影响 譬如在隔离期间 工作是受到影响 或者是需要照顾家人 小朋友的时候 遇到一些疑难的话 大家不妨接触 你最近的服务机构 譬如 Valmington Health Center Help Access from Keep Park The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 或者是我们南河谷社区健康中心 我们必然是很乐意协助大家解决疑难的 最后我再一次呼呼大家 齐心协力 继续遵守各种的防护措施 希望我们的多伦多的疫情 可以很快就可以平复下来 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帮助大家 匡协力 大家看一下 感谢观看